今天好 麵上菜要為大家介紹京都排骨 菜料有 排骨500克 果菜汁一罐 番茄汁一罐 蒜頭五粒 檸檬半顆 麵粉少許 白芝麻少許 蛋一顆 糖适量 梅林醋少許 番茄醬兩大匙 五香粉少許 香油少許 還有酒少許 以上就是京都排骨所準備的食材 京都排骨 做法是 先將排骨剁成塊放入一個容器中 蒜頭拍裂放入 檸檬切塊幾隻放入 然後加入蛋黃 酒 五香粉抓碼片刻之後 入麵粉 香油抓碼醃漬備用 然後將排骨入鍋 略炸至半熟 外表酥脆 撈起一炙蒸籠 蒸熟之後取出備用 接著將熟的排骨入鍋 大火高油溫 略炸片刻後取出備用 然後起另一油鍋 倒入火菜汁 番茄汁 番茄醬 糖 梅林醋 然後可依個人口味加入白醋 煮至稍微收汁 此時放回排骨 再煮至收汁濃稠 起鍋前加入香油 還有白芝麻 就完成了好吃的 京都排骨了